Hello, 大家好, 我是Suma Ma 今次我想跟大家大公開我們 在倫敦一家四口每個月的生活開支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我主要分了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家庭基本開支 第二個部份是小朋友基本開支 我首先會跟大家說家庭基本開支 有什麼項目呢? 第一個項目是租金 如果你來讀書或是餐廳都會住一些空間房 即是幾間房間和人分享廁所、廚房 這些單位在倫敦Song One至Song Three 大約是700至800磅 而我就是住1Bat Room 大約是1500至1700磅 第二個項目就是 剛剛我都說了我是住宅廣場 我要交管理費 管理費每個月的開支是120磅 它有什麼包呢? 就是一年365天 24小時都有個保安 還有gymone 還有它會幫我收貨 第三就是交通費 我平均每個星期會出去一次 大約每個月會用到30磅 而我們就住在Song2 我老公在Song1上班 OSTO卡是每個月結算的 大約是138磅70磅 第四樣就是地稅Council Tax 我們就要交123磅 第五樣就是電費和煤氣費 大約每個月要用45磅 第七就是電話費用 我是用衣服 無限上網 以及17個國家免費萬人服務 包括香港和澳門 每個月的電話費用就是17磅 我老公是用衣衣 他用60GB和歐盟地方免費萬人服務 每個月的電話費用就是30磅 第八項就是電視 license 其實這裡看電視所有都要收費 我老公是球迷 他就加入了兩個電視頻道 是因為他要看球 第一就是BT Group 可以看英超和歐聯 大約25磅一個月 第二就是LOW TV 會看到英超和F1 大約30磅一個月 而我小朋友都是要看電視 因為我們習慣了 我們每家人吃晚飯時間 就會和我們一起看卡通片 我們都加入了兩個小朋友頻道 第一個就是迪士尼頻道 每個月大約要付6磅 而另外我們都有加入LIFIX 大約每個月都是6磅 第十個項目就是外賣費用 如果我未有小朋友之前 其實我們是一至五會煮菜 星期六日才外出外吃東西 但有了小朋友之外 基本上我們都很少出外的機會 反而我們會叫外賣 一個禮拜可能會吃一至兩次 這個費用就是大約100磅 最後一樣就是我們的超市費用 大約我們每個月就花700磅左右 這裡就是全部基本的家庭開支 講完家庭的基本開支 小朋友有什麼基本開支呢 我講一講我兩個小朋友大約多少歲 我女兒大約是3歲 我兒子大約是1歲半 第一樣就是喝奶粉 我兒子都還在喝奶粉 他是喝Atomiel的3號奶粉 大約每個月就喝4勺 就是40磅左右 第二樣東西 我兩個小朋友都還在用尿片 他們是用Pampers的5號和6號片 我們是穿拉拉褲的 在Amazon是每個月去買的 我就是買月裝 大約要洗兩個小朋友50磅 第三樣就是零食 因為我習慣 其實我每天會帶他們去公園玩 之後都會給他們一些零食吃 大約每個月會洗50磅 第四樣就是他們的玩具 就是淋淋嬸嬸 大件小件的玩具 每個月大約要用50磅 到最後一樣就是興趣班 我女兒六個月開始 我都有帶她去Paygroup 這裡的Paygroup是免費 因為是Council包包 另外我家附近有間Discover Children's Story Center 我就加入了年費 大約她聽一個故事 按人頭計算是1磅或1磅半 我每個星期會去一次 這裡會花大約20磅 這是我小朋友每個月基本的開支 其實我有兩個項目都沒有包在裡面 第一是買衣服 第二是去旅行 因為這個真的好看個人喜歡 例如買衣服 我之前有條影片教大家 怎樣可以免費買衣服 其實真的看你自己喜歡什麼品牌 還有其實做了家長之後 有十樣東西 九樣東西都會買給小朋友 其實我們都買少了很多奢侈品 至於旅行方面 我就期望每年的春夏季去一次旅行 以及每年回香港探親一次 我會選農曆新年 因為我們有小朋友的氣氛很熱鬧 說了這麼多數目 我來一個總結 剛剛那些家庭基本開支 以及小朋友基本開支 我們每個月要花大約3000至3100磅 我也想大家多一些資訊 我也找了另外兩個在英國生活的Youtuber 究竟去比較一下他們每月在英國 究竟要花多少錢 第一個是Cecilian 她是一個女生在這裡工作 她說她的影片說她平均每個月用1100至1200磅 另外就是之前我影片說過的Vinson夫婦 她也有影片說英國生活究竟是多少錢 她夫婦說她們平均花2000至2100磅 希望大家多一些資訊 了解一下英國每個月的生活開支 最後提提大家 英國是請不到工人的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歲以下 就要考慮一下父母怎樣去處理照顧的問題 我之前的影片也說過 這裡的托餘館 即是Luxury的收費都很貴 例如我那區大約是1400磅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們還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 就記得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page 我會逢星期三8點出新片 希望下次見大家 拜拜